在这片宁静湛蓝的大海上,一名叫做布莱恩·特里特曼的美国男子正和他的妻女享受着独属于他们的海上时光,放眼望去周遭的一切美得不可思议,蓝天,碧海,轻浮于面的微风,开阔的视野,以及随时随地都可以启程的别样人生。 布莱恩今年已经45岁了,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比得上他现在感受到的这一切。 12年前,他放弃了软件设计师的高薪工作,便卖了所有的财产,房子,车子,家具和各种物品,义无反顾地买下了这座帆船。 他说,他想换个活法。 12年过去了,他跨越了七大洲中的六大洲,游历探索了45个国家,领略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,航行里程超过8.3万英里,相当于在赤道上环绕地球三洲。 更重要的是,他在航行的第一年,就收获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,也是他现在的妻子,来自瑞典的卡林。 两人生了一个无敌可爱的女儿,名叫塞拉。 如今,一家三口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帆船之上。 在他人眼中别居一格的生活方式,只不过是这对夫妇的日常。 很多人羡慕布莱恩夫妇的生活,也十分好奇他们是如何在一艘帆船上过日子的。 带着很多人的疑问,布莱恩夫妻向外界详细地展开了他们的生活。 这段旅途的开端来源于十多年前。 当时布莱恩还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。 他在华盛顿大学毕业后,开始在微软公司担任软件开发人员。 26岁时,他创办了自己的软件公司。 每天西装革履,两点一线穿梭在公司和家之中。 生意蒸蒸日上,很快就买了车子、房子。 可没过几年,他便厌倦了这种高强度的生活。 每天被堆叠如山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。 当时的布莱恩刚刚三十出头,可他却觉得自己每天都身心俱疲。 他回忆说,我真的很害怕,我的工作还不错,也能让我赚到钱。 我有了所有上班族渴望拥有的房子、汽车,以及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。 可我真的无法想象,我的余生只能围绕这些东西打转。 这种浓烈的厌倦,让布莱恩开始重新思考人生。 在一本航海书籍的启发下,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为期18个月的远航计划。 但在此之前,他作为一个在内陆长大的人,没有任何航海经验。 于是他买了很多航海方面的书籍,并在网上看教学视频。 自己琢磨研究了好一阵子。 2008年5月,他将自己的房子、车子和一切值钱的东西通通卖掉。 迫不及待地买下了一条长53英尺的德利斯号单维帆船。 他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了这艘船上。 2009年8月,他说服了好兄弟雷迪,两人一起开展了这场梦幻般的冒险。 他们从美国西雅图的普吉特湾出发。 途中经过加利福尼亚海岸,又经墨西哥,然后穿越澳大利亚,最终抵达新西兰。 两人在终点待够了一段时间后,决定返回家乡。 但就在他们返城之前,在一个美好的周末, 布莱恩遇见了自己的命中注定,他就是卡林。 当时的他还是澳大利亚景观建筑专业的一名学生。 他和朋友到新西兰旅游观光,不久后就要动身返回学校。 可缘分就是来得这样突然。 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,在异国他乡的一间餐厅里,一见钟情。 他们很快便坠入了爱河。 感情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。 女友的出现,让布莱恩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旅程。 两人商量过后,决定一同出海航行,环游全世界。 不久后,布莱恩的兄弟雷迪结束了他的航海旅程。 只剩下布莱恩和卡林两个人,成为一对神仙眷侣。 不过在最初的几年,卡林更多的时间还是花费在上学读书。 毕业后,他才正式与布莱恩一起过上了出海远航的水手生活。 十多年里,他们跨越各大海洋,探索岛屿,徒步荒野,海底潜水。 领略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。 结交同样热爱航海的同道中人。 他们几乎走遍了新西兰海岸,与菲律宾的当地村民聊天,体验非洲原始部落生活,与当地人一块庆祝节日。 享用着永远吃不完的海鲜。 他们与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 此外,他们也热爱前往荒芜人烟的小岛。 在这里只有他们一家三口,陪伴他们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滩,清澈见底的碧蓝海水和五彩缤纷的海洋生物。 脱离了城市生活长期与大自然接触,让夫妻俩逐渐变得心胸开阔,人也精神百倍,事业得到了极大拓展。 或许有很多人会好奇,他们一家三口出海航行,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 那么他们从哪里赚钱支撑四海为家的生活呢? 其实在航海开始阶段,布莱恩已经制定了规划。 最初,他开通博客,用文字和图片记录自己和妻子的航海生活。 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很快吸引到一大批读者,并因此拿到一笔非常可观的广告收入。 不过这笔收入维持的时间仍然有限。 2014年的时候,他们重新考虑了赚钱方法。 他们通过在网络上传他们的日常生活视频,众筹了一部分收入。 再加上各种帆船俱乐部和航海设备制造商投放的广告所得, 他们赚到的钱并不比上班族少。 而且,如今他们已经在网络上小有名气。 夫妻俩还开办了海上民宿服务, 专门接待那些渴望体验短期航海生活的客人。 在过去的几年里,已经有来自14个国家的60多名客人相继体验过这种远航生活。 几乎每名客人都对布莱恩一家的生活表示赞赏。 这些客人临别之前,夫妻俩都会和他们合照, 并将照片贴在客厅背景墙上,作为过往美好的回忆。 直到现在,他们的收入仍然十分稳定。 布莱恩一家三口也可以随时随地制定新的计划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 为了让这场旅程持续更长时间, 布莱恩为他们的帆船进行了完美的改造。 首先是水电和网络支持。 布莱恩在驾驶舱下安装了一台制水机, 可以将海水直接过滤成可以使用的自来水。 墙面上有指示表,可以随时显示目前剩余的水量。 现在还剩下500升水。 布莱恩说,制水机最多能装在1000升水, 每小时制造200升水。 所以我们从来不用担心水不够用的问题。 至于电力方面, 他们在二层甲板的船尾安装了几块大的太阳能电池板, 两个小型的锋利发电机, 为帆船提供源源不断的电量。 有时会出现阴天的情况, 就用燃油发电机。 另外,这个白色穹顶是卫星信号接收器。 它们使用的无线网络就是来源于这里。 如果在船上遭遇失火或面临其他生命危险, 也可以随时向外界求助。 这面木质墙壁上挂满了各种机器, 全部用于与外界导航通信。 这台最大的机器可以发送电子邮件, 和数千英里外取得通信。 有了这台设备, 即使所有通信系统都出现故障, 甚至世界末日来临, 他们相信自己也能发送出求救消息。 布莱恩拿在手中的是一台紧急位置指示无线电信标。 如果发生事故, 只需要轻轻移拉机器后面的拉环, 就会向外界传送位置。 距离他们最近的海岸警卫队会立刻收到消息。 另外, 在驾驶舱的底部, 隐藏着让帆船运行的核心。 这是一个容量600升的油箱, 可以提供三到四个月的动力。 这台巨大的白色机器是发动机, 左边底部放置的是热水器。 右边是一台压缩机, 如果他们想潜水, 可以用来提供氧气。 有了这些装备, 一家人再也不需要每隔几周时间就要前往港口取水, 或者上岸给电子设备充电。 几个月不下船也不会影响生活。 布莱恩擅长为帆船提供技术支持, 卡林则更喜欢整理船上的事物。 眼前这个狭窄的过道就是全家人的厨房, 最多只能容纳下一个人通过。 虽然面积不大, 但水槽灶台和其他做饭设备, 比如烤箱, 烤面包机都一应俱全。 如果遇到船只颠簸严重的情况, 他们可以把安全带挂起来, 防止自己摔倒。 至于其他锅碗瓢盆都被统一安放在橱柜中, 不会轻易摔碎在地面。 这里还有一个感应炉, 可以自由摆动, 这样能防止食物撒到地上。 橱柜下还有一台洗衣机, 卡林说, 这是他们在商场上找到的最小型号的洗衣机, 平均每两天用一次, 主要是清洗女儿塞拉的尿布。 紧挨厨房的空间摆放着一张环形沙发和一台桌子, 组成了一间客厅。 无论是吃饭, 工作, 还是整理家务, 都在这张桌子上解决。 船尾的这间房间就是夫妻俩居住的卧室。 卡林说, 这张床确实不大, 但是躺上去感觉很松软舒服, 我们都很满意。 如果感觉热, 还可以打开床头天花板的电风扇。 不过大多数时间都没有使用。 卧室内还有一个小衣柜, 这里摆放的就是一家三口全部的衣服了。 每个人的衣服不多, 这是他们断舍离之后留下的必须衣服。 与卧室连接在一起的是卫生间, 为了方便使用, 他们特地挑选了一个很深的水槽。 要是把玉帘拉起来, 就能制造一个单独的淋浴空间。 现在还剩下钱仓。 这里被夫妻俩当成了杂物间。 有时卡林会在这里使用缝纫机, 给女儿做一些小衣服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 这里有天窗, 通风良好。 原本这里是透风的去处, 现在变成了晾晒尿布的地方。 为了以防万一, 他们又在杂物间的隔壁修建了另一间厕所。 他们非常享受在这艘面积不大的帆船中生活, 这艘船几乎满足了他们所有的需求。 不过, 长期在船上生活也意味着夫妻俩要面对很多挑战。 首先是食物短缺。 每隔几个月, 夫妻俩会乘坐皮划艇, 登上海岸, 走进超市购买大量食物, 饮料和日用品, 包括豆类、大米、意大利面和罐头食物。 一次性买上几个月的食物, 然后乘着皮划艇来回运送到帆船, 放置到各个储物柜中。 比如脚下这块地板下面, 储藏着成堆的罐头食物和饮料。 卡林用记号笔将所有罐头都做的标记方便拿取。 所有外标签也被撕掉, 据说这样可以防止蟑螂滋生。 值得庆幸的是十多年来, 船上还没有蟑螂的身影。 回想起食物最短缺的时候, 那是在九年前, 卡林回忆说, 我们航行到印度尼西亚的偏远岛屿, 那里无人居住, 没有市场和杂货店, 新鲜食物已经吃光了, 到了最后, 我们靠着罐头撑过了一个月的时间。 现在, 他们大部分时间在毛泊, 百分之十的时间航行。 如果他们停泊在港口、 码头必须要交纳一笔很高的费用。 好在夫妻俩都更热爱向往偏远荒凉的地方, 这给他们省去了不少开销。 布莱恩说, 我们在航行时也不是随心所欲的, 毕竟大自然有自己的变化规则, 不能再遇到雷雨, 闪电鸿鸣的天气里逞强, 还是需要观察风向和洋流变化, 制定合适的出海计划。 他们有一台平板电脑, 专门监测当下的海洋天气。 还有一个挑战, 就是生活开销。 布莱恩说, 我们认识一个同样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五口之家, 他们可以将每月开销压缩到一千美元, 但是我们夫妻俩需要花费两千五百美元。 这些钱包括了船只保险费, 签证费, 燃料费和食物开销。 再加上, 这艘帆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风吹日晒, 船只外部已经被海水腐蚀, 修理船只也是一笔开销。 每月大约七百美元, 布莱恩身兼数值, 一个人承担了船长, 电工, 水管维修工, 马桶修理工, 空调修理工。 基本每个月都要给帆船做一次维护。 不过比起这些, 养育女儿塞拉是个更难解决的甜蜜的烦恼。 大约两年前, 卡琳和布莱恩正式结为夫妇。 没多久, 卡琳返回自己的家乡瑞典, 并生下了女儿塞拉。 产后休养了一段时间后, 一家三口再次踏上远航。 从那之后, 夫妻俩的生活更加忙碌了, 不仅要工作, 环游世界, 还要学习如何成为一对称职的父母。 他们在原本的客厅开辟了一个小空间, 当作塞拉的小床, 又在橱柜的最外侧固定安装一个儿童座椅。 平时做饭时也方便照看塞拉或者喂饭。 只要塞拉处于清醒状态, 无论是做饭、开船还是工作, 夫妻俩必须一步步离地照顾女儿, 防止意外发生。 现在,塞拉已经年满两岁了, 她的人生大部分都是在海上度过。 和同龄孩子相比, 她完全适应了海上的生活, 也更早地见识到了世界的另一番风景。 一些网友开玩笑称呼塞拉, 是海的女儿。 十几年的海上生活, 让布莱恩从一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, 变成了满脸胡须的操汉。 卡琳从一名女大学生成为了一名母亲。 年龄和人生经历不断变化, 但唯一不变的是这对夫妇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。 她们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, 手牵手走过了上百个城市, 领略过不一样的世界风景。 现在这对夫妻仍然没有满足, 他们还打算在未来几年内给帆船装上加热器, 游行到格陵兰岛。 布莱恩说, 我们已经去过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, 北极是我们从未踏足过的地方, 我们希望能早日远航到格陵兰岛。 那里是我们最后的梦想。 不过, 现在随着塞拉一天天长大, 夫妻俩未来还要解决女儿的教育问题。 或许为了孩子, 他们会选择暂停这场旅程。 但这并不会成为遗憾, 因为一家三口的这段远航经历 已经是很多人不曾拥有过的体验。 他们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 留下了足迹。 即使在多年后偶然想起, 他们也能感受到当初悠闲自在, 快活似神仙般的生活。 如果换作你, 你是否幻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? 是为了房子、车子、 辛苦奋斗一生? 还是选择活在当下, 及时享乐? 这里是记录, 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。 感谢关注。